日本實施對華晶片出口感0 與美國統一報調 秦剛持續燒隱 無人機攻擊莫斯科 烏克蘭已經修復一半土地 衛星洩露中共大量東風17導彈 瞄準台灣 最近只有400公里 持平新規 促使港媒淪為黨後市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每日要問我是葉晚峰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5日星期二 以下請收看新聞詳細內容 日本對先進晶片製造設備等23種產品的出口限制 在星期日7月23日生效 這令日本正式加入美國的努力 阻止中共獲得可用於軍事目的的高端晶片 中共外交部指責日本的做法 並表示已經向日本提出嚴正交涉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日本根據外匯法 來管理可轉用於武器等 軍事用途的民用產品的出口 並依據外匯法 修訂了一個條例 在出口管制清單中 增加了23種產品 包括半導體電腦精細加工所需要的 極紫外光 EUV光刻相關製造裝置 以及在電板上加工的薄膜 來製造電腦的 蝕刻裝置等 這些是製造電腦線寬 在10至14納米以下的 邏輯半導體等所需要的裝置 日本經濟新聞說 日本政府這個舉動 等於事實上 和2022年10月 加強對華出口管制的美國 統一了步伐 中共將很難進口 尖端半導體製造所需要的 清洗曝光 檢測裝置等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 星期一 7月24日 在新聞會上說 日方出台和實施 對華指向性明顯的 出口管制措施 中方心感不滿和遺憾 已經在不同層級 向日本提出嚴正交涉 毛寧眾說 中方敦促日方 避免有關舉措 干擾中日正常半導體產業合作 中方將密切關注 管制政策的影響 日本經濟新聞 緩隱熟悉 出口管理的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高山嘉顯的話說 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內 中國基本上幾乎 沒有製造最尖點半導體的希望 2022年10月 美國公布 對華最全面最嚴厲的 晶片出口限制 不單限制晶片出口 還首次將出口管制 擴大到 阻止美國人 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 支持中共 某些高端晶片的開發 或生產 這些晶片 可推動中共科技應用 從軍事用途 和人工智慧 到超級計算機 在中共日益加強 對台灣軍事威脅之際 拜登政府表示 美國的這個限制措施 目的是阻止美國晶片 被中共用於推動它的軍事 除了日本外 美國還聯合荷蘭 共同收緊對華晶片出口限制 荷蘭政府 早6月30日宣布 從9月1日起 未經許可 將禁止 可用於先進軍事應用的 高端晶片製造機 出口到國外 金融時報報導 荷蘭光刻機供應商 ASML 阿斯密 的4個 浸墨色光刻系統中的3個 將受到新規則着速 這個令到中國晶片製造商 無法以商業規模 製造少於28納米的晶片 對於中芯國際等中國製造商來說 這種限制措施 令到最新的智能手機處理器 和人工智慧等尖端應用 基本上是遙不可及的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 持續燒隱中 中共外辦主任王毅 和中共副外長 馬朝旭 代行秦剛的職務 繼日前 參加金磚五角外長會議後 馬朝旭再次在北京 主持外交活動 據中共外交部網站信息 馬朝旭在7月21日 出席中共外交部 在北京舉辦的 安理會事務研討班 並發表講話 馬朝旭還會見了 副會的 蓋瓦娜 詩子山 阿爾及利亞 斯洛維尼亞 和 南韓外交官員 以及聯合國秘書處官員 尚述五國 新當選安理會 非常任理事國 這是建築於 官方報導的馬朝旭 第二次代表中共外交部長的職務 第一次是代替秦剛 出席20號的金磚國家外長 網上特別會議 秦剛自6月25日 因身體原因 消癮後 至今一個多月過去了 仍未露面 至使各種傳言 甚囂塵上 其中之一 就是馬朝旭 將接任秦剛 出任中共外交部長 今年59歲的馬朝旭 曾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常駐聯合國代表 外交部副部長等職位 資歷比秦剛還要老 當年秦剛就是接替他 擔任新聞司司長 發言人 秦剛出任外交之後 他也升任 分管外交日常業務工作的副外長 明確為正部級 中共外長是一個工作強度巨大 曝光率極高的職業 外交活動對中共來說 不能一日劃絕 並且 秦剛消失 已經影響到中共的外交事務 6月底 歐盟外交與安全策略高級代表 兼歐盟執委會副主席 薄雷利的仿中行程被取消 近日 英國外相 奇詐明 亦推遲了 原定7月底 舉行的 中國之行 這種局面對中共來說 似乎越來越尷尬 因此 不理是健康原因也好 還是網絡上流傳的匪問 內鬥等傳言也好 外界大多認為 秦剛復出無望 即使復出 亦不可能再繼續擔任中共外交部長一職 今天早上7月24日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某一非住宅建築物 遭遇兩架無人機的攻擊 俄羅斯聲稱 這一種恐怖攻擊 來自烏克蘭 據稱 無人機墮落在俄國國防部 兩公里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 在接受CNN訪問時表示 烏克蘭已經收復了 50% 被俄羅斯佔領的土地 無論是俄羅斯 還是發動這場戰役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本人 在戰爭一開始 他們都已經失敗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非住宅區建築物 今早 遭兩架無人機攻擊 俄羅斯聲稱 阻止了烏克蘭發起的恐怖攻擊 事件沒有造成傷亡 烏克蘭當局未就事件發表評論 綜合外媒報導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尼 在社交平台Telegram發文說 今天清晨4時左右 即加南威治時間一時 獲報有兩架無人機攻擊兩棟非住宅區建築 這些建築物位於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據悉無人機殘骸 發現在距離國防部只有2公里 俄羅斯國防部稱 基庫政權試圖利用兩架無人機 在莫斯科的領土 對建築物發起恐怖攻擊 但遭到阻止 俄羅斯塔斯社報導 其中一架無人機 墜毀在國防部附近的共青團大街 另一架擊中俄羅斯主要環撞道路之一 里卡契夫大街的一個商業中心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表示 緊急應變人員正在現場進行處理 並未回報相亡 路透社報導 目前不清楚無人機 是在被擊落時 撞到這些建築物 或原本他的目標就是這些建築物 俄羅斯國防部 或莫斯科市長 都微透露無人機 在哪裡遭到攔截 國營電視台雄星 在Telegram頻道發布的 簡短影片顯示 一棟高聳的建築物的高層 有玻璃窗不易而非 建築物結構受損 其他和俄羅斯安全部隊 相關的Telegram頻道 亦發布了影片 顯示街上有玻璃碎片 和混儀土殘骸 拍攝地點 據稱是共青團大街 事件前一日 烏克蘭當局 曾恃然要報復俄羅斯 對黑海港口 穆德薩 Odyssa發動的 飛彈攻擊 烏方過去數月亦曾表示 摧毀俄羅斯的軍事基礎設施 有助於基庫發起的反攻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表示 美國將負責任感 管理對華關係 中共方面 亦已經從美國這裏 獲得了這個信號 烏克蘭已經收復 被俄羅斯佔領的一半土地 俄羅斯和普京 想要將烏克蘭從地圖上抹去的企圖 均已告失敗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星期日7月23日 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訪問關於美中關係問題時回應說 美國和中國 都將負責任感管理這個關係 主持人的主要問題涉及 軍事、核武器和台海爭端 他還說到 美國將繼續做 和說中共不喜歡的事情 反之亦然 但最終的目的 是保持溝通渠道 繼續對話 努力處理分歧 看看我們能否合作 而在之前 似乎連對話的機會都沒有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能夠會見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 而布林肯本人無法和他溝通 布林肯不認為 這是因為這個人受到美國的制裁 他能否被接觸是因為中共的政治決定 布林肯沒有回應主持人關於李尚福 是否會被取消制裁的問題 布林肯肯定地說 烏克蘭正在為奪回更多被俄羅斯奪走的土地而戰鬥 烏克蘭已經奪回了最初被佔領的約50%的土地 美國學者一份報告指出 中共火箭軍廣泛在台灣附近 升級部署東風17中程導彈 來台灣最近的只有400公里 此舉可能企圖將台灣 獲得預警的時間減到最少 以便能調動其他飛彈攻擊台灣 據中央社報道 美國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學者 艾弗萊斯 Dekker Eveleth 7月稍早時發表提為 2023年中共軍隊火箭軍戰鬥程序的報告指出 據中共火箭部隊基地公開的衛星圖像顯示 該部隊正在鄰近台灣的中國省份 將短程導彈升級 廣泛部署東風17中程導彈 部分部署更距離台灣僅約400公里 報告指出東風17配備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 能夠避開敵方的雷達和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針對台灣的部署 可能是企圖在衝突發生時 將台灣獲得警告的時間減到最少 以便中共能調動其他飛彈攻擊台灣 報告同時指出 這亦可能是中方內部官僚之間鬥爭的結果 中共亦在鄰近韓國一帶地區 部署東風17 艾弗萊斯表示 東風17中程導彈 將成為第一波針對台灣 及其盟國防空設施的飛彈 但很多美國系統 都超出了東風17的射程 東風17亦模範攻擊關島 和其他美國主要的海軍基地 不過射程至少3000公里的 中程氾濫飛彈 東風26 就可以攻擊這些目標 埃弗萊斯表示 東風26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飛彈 北京正製造數量驚人的東風26 加上位於 核設施附近 可以配備核彈頭或常規彈頭 美國任何壓制舉措 都有擊中核設施的風險 目前已有七國火箭軍隊 部署東風26 包括安徽 新疆 和其他地方 駐紮遼寧的第八旅 亦在建設中 報告提到 美中關係 因為台海問題 日益動盪 獲得有關中共常規 飛彈 和核飛彈的準確數據 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重要 報告指出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2015年 將火箭軍 提升為完全獨立的軍種 部署的飛彈發射裝置數量 迅速增加 2028年前 將部署1000多個 彈道飛彈發射器 507個 具備核能力 至少252個 是核常量用發射器 目前中共的核思維 是一個黑盒 因為軍方沒有公開談論 外界無法理解他們的確切想法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 日前宣布 就檢討電視及電台節目 以及廣告標準業務守則 諮詢公眾一個月 提議 持平要求不適用於 有關國安法及國民教育等節目 相關修訂除在本地引發爭議外 亦受到外媒持續關注 香港通訊局在發佈的最新諮詢文件中稱 廣播機構 製作涉及國民教育 國民身份認同 和正確認識 港區國安法的節目時 若不包含對主觀點 或衍生投訴 但若只為確守 節目需持平的規定 而加入反對 港區國安法言論 可能因此而違反港區國安法 需承受觸犯相關法例的風險 因此建議 在電視節目守則 和電台節目守則中 明確說明 持平的規定 並不適用於這類節目 即是這三類內容 即使險缺持平 也不算違規 過往通訊局曾多次以持平規定作為 裁定投訴是否成立的標準 而現行的電視節目守則 和電台節目守則 適當地持平原則 不僅適用於新聞節目 也適用於有關香港公共政策 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 而又受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 BBC中文網25日引述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立峰的看法指 持平一詞 在語言上是正面的 也是社會對媒體的基本期望 國民教育和國安節目屬於社會事務 需符合持平原則 如果不持平 那些節目是做什麼呢? 站在政府的立場也不合理 如果你要推廣國安法 和國民身份認同 但又說明是不持平 這樣如何說服公眾 是一件好事 李立峰進一步指出 香港的廣播 建基於自由社會的傳統觀念 根據的是一套專業原則 去服務公眾利益 和提供公共服務 不受政治及經濟力量操控 而中國大陸則強調 要正確地引導輿論 大量媒體是國營機構 有黨和政府喉舌的功能 如今港府當局 不用持平的建議 有為香港的廣播傳統 反而靠近中國大陸的制度 資深新聞工作者 前香港記協主席 楊建興 亦同BBC中文表示 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反對聲音基本上 已經在廣播媒體絕跡 而所謂國民教育 和國家安全節目 並沒有清楚的定義 文化藝術 亦可能觸及到國民身份認同 和國民教育 若果持平新規成為廣播界的規則 將開啟壞的先例 令言論空間越來越窄 香港時事評論員 劉瑞兆日前 亦對自由亞洲表示 若當局建議 變相容許部分節目 可以不持平 在邏輯上是搞笑 亦會引起 很多聯想空間 對信心管治 並沒有好處 劉瑞兆又指出 當下的香港政治文化 出現扭曲 除了國安法 各種範疇包括教育 官場文化 新聞等 都是按政權需要 此一時也 彼一時也 令市民和執行者 都難以適應 亦難以掌握 紅線所在 最後官方只會 作簡自博 以上是今天 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你點讚 留言和訂閱 更歡迎你轉發 這樣對我們 也是極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再見 合 kosong 瘟 印 你 不是 回圍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